吉安乡公所与慈济医院在吉安乡共同设置第一处的失智社区据点 仍爱新城乐至社区服务据点 17号上午正式接牌启用 据点目前收拖7名失智长者 乡长利用公共空间作为失智共照中心据点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大家携手共创有爱无爱失智友善在地共劳的优质社区服务 仍爱新城乐至社区服务据点的失智长者与贵宾们 在慈济聚工的带动之下 跟着音乐拍打节奏 这里是吉安乡公所与慈济医院所共同设立的 吉安第一处失智社区据点 历经一年多的时间规划跟筹办 17号上午正式接牌启用 请接牌 感谢我们慈济基金 所有的师兄师姐以及所有的专业医护 寄注到我们吉安幸福平安 让我们的老大人拥有了在年老之后 法白之后遭遇到的整个身体状况 还有情绪跟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养护的协力 我相信失智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那我相信在我们的失智的这个环块里面 我们希望能够让长辈能够有更好的 供老跟供养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相信我们会寄注更多在社区里面 可用的友善空间 我们会精进我们整个在软硬体设施设备上面 提供给老大人的服务 此季医院失智共照中心主任张姓林 非常感谢乡长全力支持 以及代表会主席邱美云的设备改善协助 才能够促成乡内适性的公共空间 作为失智共照中心的开设 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做事就是一个因缘 因为有那个因缘 所以我们就成就了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点 未来这个地方不只是提供失智长辈的社区居典服务 我们更希望我们应用这个空间来做社区长辈的一个服务方法的连结 让这个地方也成为老人家的家 他有任何需求才可以进到这边来 那我们可以照顾更多的人 让吉安乡成为最幸福的健康层次 目前吉安乡大约有1100位以上的市值老人 乡长游淑珍感谢各界的资源力量一助 大家携手营造安全、温馨、乐活的健康环境 共逐营法、乐活、吉安乡成 据这刘明生吉安乡采访报道